爆料林俊杰的女网友再次发布小作文,女网友直言是林俊杰将她介绍给一位朋友,这个人是林俊杰说的100%可以信任的人,而她和林俊杰联系不上的日子里,她通过这个人转达意思包括到新加坡等等,可是100%信任的人可能并没有去转达,除了此以外她还给这个中间人和林俊杰游记了很多小礼品,但是被中间人诬告为骚扰。 她把自己被检查出来身体里有癌细胞告诉了那位中间人,但是她今年检查的报告显示身体很好,她很开心将这个消息分享给了中间人,本以为这位朋友会将这个好消息转告给林俊杰。 最后,该女生直言在2020年1月与林俊杰通过电话,而她联系到的人是不是林俊杰本人,这个我们无法得知。 而林俊杰在今年6月直播的时候还曾喊话粉丝不要被骗,她不会将自己的私人联络方式告知别人。 女生还坦白之前的聊天记录是屁的,不是真的。